天津美女小玲远嫁杭州五年 套一天卖出150碗爱情麻辣烫 攒出一套买房钱 准备把婚房换成养老房 把天津的父母接来一块住 两位老人只有小玲一个女儿 退休前 和女儿一年最多见两次面 现在小玲的麻辣烫店熬出头 父母也已经退休 他就想陪在老人身边尽孝 实力宠妻的阿龙 爱屋即屋 婚前为爱吃麻辣烫的女友 放弃高薪工作 在杭州开启一家小小的麻辣烫店 婚后更是为了减少老婆对父母的内疚 提议把婚房换成养老房 准备把岳父岳母接来住 为了方便老人进出 夫妻俩买下位于一层的公寓房 面积图足有120平 住下四人野贼宽敞 房子还买一送衣 送户外小花园 夫妻俩感觉自己中了大甲 合同一签 立马就催老人过来住 什么房子这么香 120平还带小花园 两老人一听这不得立马打飞滴来瞧瞧 结果一看到夫妻俩买的房子 白天客厅不开灯 黑的小偷摸进来都怀疑人生 采光全被南边三个卧室挡得金光 夫妻俩还想得挺开 采光不够灯光来凑 房子里常年照不到阳光 加上地处江南湿度高 两个在北方待贯的老人住着 哪哪都不得进 尤其是腿脚总发酸 房子实在太潮湿 这样的房子 倒贴给他两度不爱准 为了让两位老人更安心定居在杭州 夫妻俩上节目球改造 同样爱好麻辣烫的设计师林子达文 这未来了 设计师换专业角度勘察房屋 十分钟破案 一下就发现房子光线昏暗 全赖家里的隔墙实在太多 东西两边个三堵 挡住南向大部分阳光 室内特别潮湿阴暗 在白天也必须打开所有灯 这些隔断墙 还把宽敞的120平大house 割裂成碎片化空间 限制厕所厨房的发育 房子里更是多出一些 锋利的直角转弯墙体 给老人以后坐轮椅提前增加困难 好消息是设计师诊断完房子 发现这些墙体 不全是承重墙 可以拆除 夫妻俩一听房子有的救 立马开始提要求 厨房的改造要化重点 因为一家四口都喜欢做饭 厨房是阿龙给岳父岳母家 印象分的好地方 他希望厨房面积在大点 储物空间在多点 烹饪动线在方便点 设计师摇回工作室 立马召集小伙伴出方案 为了实现阿龙的小愿望 设计师专门选择开放式设计 来打开封闭的小厨房 搬进十米长的操作台 让一家四口在里面轮转转 采用玻璃和移动式隔墙做隔断 把厨房客厅和书房的空间全打通 同时用倾斜的墙面替代 90度的锋利转角 重新打造房子的南北格局 释放120平米大空间 为老人的安全保驾护航 另一边在扬州旅游的阿龙夫妻 带着两位老人合力经营茶室 体验地道的扬州风土人情 好女婿阿龙还专门和按角师傅 人爱吃的扬州菜 抓住了老丈人的心肝脾肺肾 这样的好女婿很难不爱 一家四口时隔半个月 重返杭州快乐收房 哇塞 你这家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们 趁着自己行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是把我们家重新装修了一下 这瞒着我们 给我们一个星期 太意外了 就是我们旅行这段时间动的 怎么样 一进门就直奔新厨房 L型大厨房中西合璧 拥有超大操作台 橱柜全部铺贴眼板 耐看好清洁 下面配备洗碗机和微波炉 拥有两扇方形玻璃窗 大的能直接钻小偷 自动开合贼方便 窗过厨房 工作间和客厅相连 中间隔着玻璃折叠窗 下面是小书架 拉出窗台下的折叠桌 可以坐下三个人 夫妻俩工作休息 透过窗户还能欣赏到绝美外景 感受一年四季的春绿秋黄 旁边客厅以香槟色为主色调 搭配灯带 高级感一整个拿捏 当然最有意思的 还是西侧的照片展示墙 放的是夫妻俩结婚时的照片 每一张背后都写上 亲朋好友的祝福 给高级的客厅增加一丝温暖 小玲简直不要太爱 她正愁这些照片 只能躺在相簿里吃灰 没想到新家全都展示出来 南边是小玲想要的多功能房 没有墙面遮挡 安装落地窗 采光能直接进到餐厅 旁边是一整面黑板墙 夫妻俩可以当留言板 把书桌放下秒遍出一张单人床 是设计师提前准备的儿童床 这是暗戳戳地在向夫妻俩催生啊 遥控控制两侧移动墙 自动闭合又成为一个独立房间 零啊零啊 这设计阿怪都得给满分 隔壁厕所白的黄野 为更好地满足老人的生活需求 设计师在卫生间 专门安装一门式淋浴房 方便老人进出淋浴间 墙上的扶手和紧急按钮的设计 也消除老人在浴室内的安全隐患 就算厕所没纸也能按一下 大气典雅的老人房 中间保留宽敞的过道 设计师安装一个折叠桌 方便老丈人炒股票 考虑到两位老人都有睡前看书的小习惯 床头设置黑科技感应灯 有多种模式可切换 为了让老人更舒适地看书 设计师连床都选电动的 早上老人睡僵骨头 还能帮着起床 半夜老人上厕所 墙角也有灯带指引方向 老人房隔壁是夫妻房 靠墙是一组用严板打造的大衣柜 拼成一整面墙的效果 不认真看都发现不了 拐角是为包裹管道紧坐的玻璃柜 专门放小林的包包和首饰 墙上还隐藏一个电动咖啡吧台 让夫妻一回家就像是度假 非常巴适 夫妻房拥有独立卫生间 洗漱池袋双台盆 抽拉式水龙头 让夫妻凉给小猫洗澡也很方便 旁边设置热毛巾架 和刺猬一样 是宜门式淋浴房 改造前压在马桶上方的热水器 设计师也藏进了柜子里 主打一个眼不见为敬 外面小花园焕然一新 连通夫妻房和老人房 没有碍事的门槛 是设计师特意为老人打造的无障碍通道 树下摆着四张白色靠背影 夜晚还会发光 两位老人白天在这晒太阳 晚上坐着吹晚风 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立马就决定今晚住进来 等等 设计师还没晒账单 硬装花费32.6万元 软装花费6.3万元 园林花费1.9万元 金主赞助家电3.9万元 总共花费44.7万元